这次阿里山公路上面很出名的一个赏萤火虫的秘境 所以明年四五月份如果你要赏萤火虫 一定要打电话来园区预约 因为阿里山国家管理处它会派老师做导览 中秋节到了海拔八百公尺高的嘉义阿里山公路的土匪山 现在已经成为著名的观光景点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度假 让贩卖农特产品的服务人员忙翻天 三年多来阿里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投入一亿三千万的经费 将翻入乡攻心社区 以前是抗日据点的土匪山生态园区 达造成丰富多元生态跟特殊地形的新景点 加上农委会全力规划提升这里的经济实力 成为森林资源丰富的生态教育跟休闲旅游景点 我们现在油桶花开 我们历史看油桶花 会有萤火虫 那我们萤火虫 我们园区也有专业的导览 导览师傅 那可以现在线上报名 土匪山生态园区最近又新盖了景观树屋 景观平台 步道平民休憩区 公厕 凉亭 油园 亲子 小火车等设施 游客中心跟贩卖部 还有美味的阿里山高山茶 野生爱玉三粉圆 山猪肉跟香肠 新鲜蔬菜 水果跟龙特产品 各式各样的伴手礼 来土匪山生态园区秘境 还可以品尝金线莲茶 体验木浴品的DIY课程 来来 风区 已经看到了什么 切图了什么 手机 对我们风区的特色就是说 我们里面有种很多 落与松 和白钱层数 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房间串钱流 我们里面素领也种不少 土匪山公兴生态园区 从今年5月开幕之后 游客越来越多 服务品质也不断在提升 加上一年世纪变化的 龙特产品贩卖 还有国宝蓝富贤 萤火虫 油铜花 樱花 礼质树等自然景观 土匪山已经成为 嘉义阿里山观光景点的新亮点 值得大家来走走 享受不一样的森林生态旅游 记者吴瑞欣 陈文旭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